一对男女在海上飘落了五天五夜 就在他们感到绝望时 突然看见了一座荒岛 但是现在两人根本没有体力前行 小克只好听天由命 好在一场大风吹来 他们才有惊无险地飘到了荒岛上 刚刚下船 安妮就迫不及待地寻找食物 而小克则及时拿走信号枪 很快两人便在岛上寻找食物 进入丛林后 他们发现这里有吃不完的水果 吃饱喝足后 还发现了天然澡堂 小克看见后非常开心 还特意邀请安妮共同沐浴 但是被安妮当场拒绝 因为遇难前他们根本就不认识 安妮见小克提出这样的要求 当场表示拒绝 并让小克想办法求救 很快他们来到荒岛最高处 可是一眼望去全是大海 小克感叹有生之年恐怕回不去了 于是两人打算在这里先安家 很快就找到了一处洞穴 但安妮表示寒冻湿气太重 自己不适合居住 由于几天几夜的漂流 加上刚刚在岛上探索了许久 两人已经是大汗淋漓 不一会就下河洗澡 洗澡好后 两人再次返回沙滩 结果发现小船被大海卷走了 唯一的求生工具跑了 两人感到绝望无比 但好在岛上资源丰富 根本不愁吃喝 而且傍晚的时候 还能欣赏绝美的黄昏景色 这天晚上两人互相谈心 渐渐的彼此也有了好感 到了睡觉时间 小克还贴心的脱衣服给安妮取暖 隔天小克醒来 发现安妮不见了 寻找一番后 才看见安妮在写求救信号 几天后 他们也没有等到救援 没有办法 只能新建一个茅草屋住着 在荒岛的日子里 小克对安妮照顾有加 渐渐的两人关系越来越亲密 很快小克见时机成熟 于是就开始对安妮下手 荒岛上小伙爬树给女友摘香蕉 女友吃到香蕉后非常高兴 但是天气太热了 为了给身体散热 于是脱下了很多衣服 性感的身材曲线 看得小克口水直流 很快两人便在沙滩上跑起了火车 在荒岛的日子里 两人玩得不亦乐乎 小克不仅每天给女友吃香蕉 还经常给女友寻找海鲜 虽然两人确定过关系 但小克每次偷看安妮沐浴 总会被安妮找理由打发离开 安妮洗完澡后 本想烤点海鲜解馋 可是打火机却打不燃了 安妮有点小失落 小克则劝说她吃点香蕉 但安妮一香蕉吃腻了 想吃城市的肯德基 听到肯德基后小帅不高兴了 好不容易来到市外桃源 还拥有了女朋友 她一点都不想回去 直接开始让安妮忘记城市 好好地想想怎么在荒岛生活 一番劝说后 安妮觉得有道理 便不由分说地与小克跑起了火车 睡了一晚后 安妮醒来发现小克不见了 安妮有点害怕 穿上外套后到处大喊小克名字 终于在丛林深处找到了小帅 而且还看见小帅身旁有一句枯骨 安妮指责小克为什么玩消失 小克解释在找野位时 突然就发现了一句枯骨 好心的小克不忍枯骨得不到安息 于是花了很长时间跑坑安葬 安妮见状错怪了小克 于是也上前帮忙挖呀挖 但是不小心膝盖受了伤 见到安妮受伤 小克贴心为安妮处理伤口 处理完伤口后 两人还在池子里细水了一番 洗着洗着的 天空还下起了大雨 但是两人显得更开心了 趁着瓢泊大雨还在雨中翩翩起舞 在岛上的日子里 小克过得开心极了 直到一年后 荒岛上空突然出现了一辆直升机 小克原本的幸福生活也开始有了瑕疵 一男一女荒岛生活了一年之久 两人每天过得本来挺开心的 直到这天来了一辆直升机 安妮见到直升机兴奋不已 虽然与小克的生活无忧无虑 但她还是喜欢城市的喧嚣 于是拼命地奔跑求救 但直升机一闪而过 安妮的心一瞬间跌落谷底 甚至抱怨起了小克 说她为什么第一时间不开信号枪求救 自从这天后 安妮开始憎恨小克自私 为了能逃离荒岛 她还在沙滩上写下大大的求救信号 小克见安妮一直生她的气 得到安妮原谅 安妮不离财小克后 还独自一人到丛林财野果 不料丛林中出现一只黑豹 小克听见安妮求救生后 直接快速奔向安妮 经过一番追逐 黑豹被小克用计杀死 因为这一场的变故 安妮选择原谅了小克 甚至亲自给她处理伤口 自从有了救命之恩后 安妮听话了很多 再也没有提过离开的想法 甚至为了帮助小克减轻负担 还向小克学习补育技能 一年后 两人皮肤变得有黑 但小帅心里却乐开了花 因为在这里安妮只属于她一人 这天准备增加感情时 突然窜出一只猴子捣乱 猴子还偷走了他们的信号枪 为了夺回信号枪 安妮给了猴子香蕉交换 得到信号枪后 天空幸运地出现了飞机 安妮没有多想直接朝天开枪 很快他们就被带回了城市 安妮被家人接走后 很久都没有联系过小克 甚至大学毕业典礼这天 都没有打算和小克交谈 小克看到安妮的态度后 整天淤淤寡欢 但是想到荒岛的那段生活 他发现自己很爱安妮 终于倾盆大雨这天 他鼓起勇气向安妮表白 而安妮其实也爱着她 最终两人有情人终成眷属